好来看到花莲拥有丰富天然环境 因应亚太地区人口老化 花莲县的慈激医院与央月度假酒店合作 看准了医疗观光的商机 结合双方的专业打造国际健康管理平台 长期医疗的病患与家属可以住在饭店来修养 享受自然的环境 需要治疗时有专车往返的医院 住进来病好一半 希望借此向国际来招手 引吸引高端的观光客 花莲县慈激愿与全台唯一香草饭店 央月美的住宅酒店联手 共同打造国际观光及医疗健康旅游 并且签署合作备忘录 计划推出台湾第一座国际健康管理平台 为两岸3D以及东南亚人士提供健康养生的服务 李嘉隆还强调治病英语未病之时 这是与军达集团旗下的央月美的合作 正是因为央月美的 相信在结合花莲的好伤好睡好空气 能够让持续医院夺冠了全台免疫细胞疗法 继续享誉国际 吸引更多国内外病患专程前来 所以今天也特别跟我们来签署这样子的一个强强和 主要的就是它在旅馆这一方面旅游这一方面 另外第二个它的特色就是推广这个蔬食 央月的这个很出色的旅馆以外 那花莲刺激医院当然就是对癌症男症 它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医疗已经相当闻名 金奈集团创办人董事长尹春所尤罕而发 在会中提及到全球都在推动观光医疗产业 而央月美的不仅旅获国际GTS绿色旅游认证 堪称是台湾最环保最爱地球的度假酒店 加上养育这座香草原地还有自制的月薪蔬食 提供有机食材以及原型食品等餐点 因此这次很高兴能够在花莲政府大力支持之下 与艺术文明全球的慈祭医院进行合作 全世界有75%是亚健康的人 亚健康的人非常需要有一个很好的 假设是出国旅游也可以兼具能够养生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健诊或者是小型的疗疹 我想都是未来在老人化的这个社会 是市场是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 这两年很多的持继的这些我们讲的贵宾 疗程的这些贵宾住到我们央月来 都非常希望能够在央月这里多住几天 而且他们常常会讲 我住到央月来我的病就好一半了 就是说在医院里面的疗程里面能够住到央月来 已经对他来讲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疗程 所以我们想这是一个所谓的医疗养生健康 结合健康度假的一个所谓健康的理由 印尼大学电视台副台长联会表示 在此期进行治疗之后 入住央月美地住在酒店两天 身体可是好了一半 同时也分享自己的经验 就一住就住了十天了 这个月又回来花园复诊 就是又带了两个朋友 印尼的也是来住这里 他们觉得哇 这个酒店特别特别好 特别舒适 服务又好 吃的又好 身心都健康了 国内外民众就有手术的需求 手术之前跟手术之后 都能够在央月美地住家酒店获得充分休憩 并且在室内及户外瑜伽场地 化验等区域感受到高浓度的负离子 以及分多精的香气 深度展现疗愈的力量 同时也能够在清新空气大自然当中 学习延缓老坏的知识提升健康生活 记得就让你简单报道